全新的谈话性节目 把响当当的人物请到这里来 肉酥面包这个点子是谁的 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 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 凌晨的时候就海盗就登船 做汤的时候 这个粉里面怎么会有血 才看到我的手在流血 对人生 对社会 对时代的感想 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够 在碧山北继续的服务了 这我太太她是引中汉里的 所同意 有话要说 这个全新的访谈节目 将在来临星期天晚上九点开播 节目邀请了六位 社会各界响当当的人物上节目 同两位主持人 讨论各种民生和社会课题 同时也让观众 更好地了解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从构思 准备到录制 有话要说的制作历时好几个月 你可以是跟那个人有关 可是是很聊天式的嘛 对 节目的两位主持人 都是主持界的名嘴 但是主持时事类的节目 都是第一次 刚开始知道 要跟时事组合作的时候 的确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觉得可能时事组的节目 会需要比较严肃 就是要准备很多的知识啊 一些背景资料都要非常清楚 可是后来呢 当我知道这个节目的那个兴致的时候 我就还蛮开心的 就是访谈节目 要轻松 要深入 要好玩 不过当然也要问出一个所以然来 为什么在97年会决定要从政呢 那你是怎么把它转亏为盈的 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呢 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对待一些比较严肃的一些话题 不过要怎么样的去拿捏 在这个严肃当中呢 穿插一些所谓的笑料 去舒缓一下那种比较严重的那种感觉 我跟我太太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我一开门 开门就看到她 我跟她说嗨 她跟我说嗨 这样就 然后就嗨了彼此了 对了 你觉得人民行动党呢 有哪一方面的改变吗 你呢 你觉得怎么样 还是你来说比较好 像这样的问题 王璐江认为 将是观众期待知道答案的 比如说当Josephine就上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期待我们两个主持人 会问她有关于交通的 你们怎么定义一个车厢是拥挤的 梁志强的话呢 我们也当然希望就是说 她是否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就是透露在2010年 所发生的那件事 那时候是否曾经觉得说完了 主持人同嘉宾的互动 对林佩芬来说 将是节目最吸引观众的地方 我们请到的特别嘉宾呢 很少会有机会跟他们坐下来 那么近距离地聊那么多 你去评价买东西的时候 是有更特别的主席优惠吗 我还了24块钱当会员 要注意听主持人和嘉宾们讲的话 因为我们字里行间 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讯息 或者是一些民事暗示 如果你抓到的话呢 那个应该会挺好玩的 节目也的确有一些 让人惊喜的内容 来 唱一下好吗 这样子啊 OK啊 不要笑我啊 气功不分年龄的嘛 对吗 不过它叫做烦恼盘童嘛 教我们几个招数好吗 有话要说 12月7号星期天 晚上9点8频道